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 大家好 有的人詢問說如果他的包包拉鍊頭壞掉該怎麼辦 像這樣子就是沒有濕力的地方可以拉 就是斷了 或者是 就是有瑕疵 像這個是有瑕疵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會割手所以你一定要把它 換掉不然就是會受傷 或者是用久 斷掉 那這時候沒有的濕力該怎麼辦呢 那我們就可以去一些大賣場 或者是10元商店買這種 他是 就是專門 讓你換的就是他一組就是兩個 然後就是 拉鍊頭 就可以買回來然後把你原本 如果還在上面你就用破壞 因為反正那一個這一節沒有用 你就用破壞式的把它拆掉 或者是他原本就短了 那你就去買這個 那你就去買這個 它算是通用的頭 因為只要這個 穿得過去都可以 那我們就把它這樣子 穿過去之後呢 把它扣上 這樣扣住 這樣就可以了 就可以變得很好拉 就是 把原本的這個頭換掉 這個是 這個是 很簡單的 就是自己 買工具 買這個材料 跟有一把工具 工具的目的主要就是 有的是還在上面 你一定要把它拿下來才可以換 那如果它原本已經斷了 就直接裝上去就可以 這樣就完成了 就是非常簡單的 更換 拉鍊頭的方式 如果大家有這個困擾 可以試試看 那另外一種呢 就是這個頭 就是 不是只有這一節壞掉 它是這個 要把拉鍊兩條 密合在一起的這個頭 它故障了 可能有的這樣來回 不管怎麼拉 它的拉鍊都是開的 就代表 這個頭的功能壞掉了 就是必須把它換下來 那換下來呢 要嘛就是去包包 就是修理包包的店 請它幫你這個 車線全部拆掉 把這個拉鍊的 這個袋子 就是整個換新的 然後再車上去 但這是一件非常 費工夫的事 就是 除了非常費時 也非常花錢 因為這樣整條拆掉 重縫 重車的話 費用可能要好幾百 可能都會超過包包的價錢 所以呢 我們有找到一個 比較簡單的方式 但是它是需要 破壞式的修改 就是 你可能怎麼拉 它都是開的的話呢 你就必須把它 原本的這個 拉鍊頭取下來 那要怎麼取下來呢 我們來示範給大家看 像例如 因為這個包包 我們是就是 沒有要用了 所以就可以破壞它 如果它包包是壞的 那我們就把它 但我們 因為它有雙頭拉鍊 我們把它單層當頭 單頭拉鍊好了 就是把它這個地方 剪開 讓這個拉鍊頭可以出來 我來示範一小姐給大家看 那一般大家要更換的話 就是會剪在 包包的底部 就是 就是 把這個拉鍊的地方 因為你需要把拉鍊頭取下來 所以 你一定要有開口讓它出來 所以你就必須把拉鍊的 地方做一個 開口讓它出來 所以你就必須破壞它 就是剪一個 剪一個 剪一個口 不太好剪 需要利一點的剪刀 就是破壞它的拉鍊 這樣子把它剪開 另一邊也是 這個拉鍊的部分 它下面有一個塑膠片 所以其實是蠻硬的 沒有這麼好剪 就可以試試家裡比較利的剪刀 把它剪開 或者是 用小刀 先讓它割破一點點 不太好 因為我的剪刀不夠利 好 那我們把它剪開 因為剪刀的前端比較 難撕利 我後來用後面 把它伸進去剪 就剪開了 這樣兩邊 都把拉鍊破壞之後 這個拉鍊頭就可以拿下來了 我們主要就是 目的要把這個 壞掉的拉鍊頭取出來 那你就去買一個拉鍊頭 或者是有時候 拉鍊頭不好買 通常都是這種 賣這種整條的 但這種還比 拉鍊頭便宜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買不到拉鍊頭 我就買這個整條 這一條才好像 十塊還是十五塊 那你就把 因為我們不要這個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頭 取下來 取下來方式就一樣 因為你一定要讓它有一個開口 它才可以出來 這樣拉鍊頭就出來了 那我們把 因為這個包包是雙向拉鍊 我們把兩個拉鍊都拿下來 就是你只要讓它的拉鍊 這裡 就是幫它剪一個口 它就會是 拉鍊就是可以取下來的 那我們取下來之後 要把拉鍊 裝回去 就是按照那個 軌道讓它一邊進去一個 它這裡 然後再煮一下 再煮一下 我會做一個 那一個 也是 那一個 那一個 只可以用它 用來 給它 我買的這個拉鍊頭好像是不太大 所以你看他沒有裝上去 那我們試試看小的 所以他拉鍊頭其實有分規格喔 你看這一個是偏小的 這個是偏大的 所以可能齒輪就咬不住 那我們來試試看這個 所以如果你要買拉鍊頭 也可以把你壞掉的拉鍊頭先拆掉 然後拿去比對 這樣比較不會容易有錯 所以是頭的大小不對才會有這個問題 那這個地方要怎麼處理呢 就是他的開口這樣破掉 因為拉鍊不是會馬上出 就是一拉就會出來嗎 這時候我們就做一個動作就可以 防止他脫落 把拉鍊頭裝回去之後呢 這邊把它縫死 就是這裡 把它縫死他就不會跑掉了 那我們現在先 裝一下喔 我們要縫這邊所以我們應該要先縫 因為他是雙向的所以你裝哪一邊都可以 那我們先把拉鍊頭裝上去之後 把這兩個 就是 拉鍊縫死 這樣他就出不去了 就是 那我用白色的縫讓你們看比較清楚是要縫哪個位子 那你們自己的包包呢 你們就用包包同色系的縫就可以了 就我們用這個方式呢就可以把拉鍊修好 然後也不用整條拉鍊都換掉 只是就是會 用破壞式的 如果你的包包是比較平價的 如果你的包包是比較平價的 就是不會心疼的就可以用這個方式 他就是 那你 因為我剪比較外面 可能會比較明顯 你也可以剪裡面一點 那我們把這兩個 縫起來 從裡面縫出來 這樣子 目的就是要讓他不要脫軌嘛 所以 我們要把他 這兩邊 這兩個 拉鍊 讓白色會很明顯 但我目的是要讓你們知道 是要縫哪裡 你如果用黑色的縫然後他又是在最底部其實 看不太清楚 那你就可以多縫 就是多縫幾個把這邊都縫好這樣子 讓他沒有那麼明顯 就是你的 剪的位子沒有這麼明顯就可以了 那縫好之後呢 我現在只是示範 所以 就是縫的位置就是這邊 你可以多縫幾次 然後把他縫好之後呢 就把他收起來 縫好之後我們把結打在裡面 像我只有縫兩三針 你可以縫多針一點 而且用銅色系的縫其實 看不出來 就覺得還可以 就是如果你比較平價的包包拉鍊壞掉 是可以用這個方式修補的 就把他 處理在拉鍊的最尾端 然後又用黑色的線縫 其實我覺得看不太出來 這樣子 就是你把他 剪在最底部 然後剪完之後 不要用白色 就用你 包包相同色系的線縫著 然後他這樣 他往這邊拉的時候 他就過不去了 因為你有縫住嘛 這個拉鍊就不會脫軌 這樣 那個拉鍊就修了 又不用換整條袋子 我覺得 蠻實用的 大家可以試試看 這樣他就會卡在這裡 那大家有壞掉的 包包拉鍊都可以試著做看看喔 有什麼問題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 掰掰 我們說そのには 打開對方來拍照 戴上來拍照 記得 但是我們來拍照 最好心拍照 你能夠在拍照